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男主角郑珠是警局里一位富有经验的老刑警 经他询问很快就侦破了一起绑架埋尸案件 来到案发地点才发现受害人是名孕妇 一时两命十分惨烈 很快郑珠被一旁凶手毫不在乎的态度彻底激怒 一手把他推进土坑 要他体验受害人被害时的感受 由于郑珠的反应过于激烈 超过他身为警官的职责范围 被其他警员拦下后带到了心理医生那里 诊断结果是郑珠患上了创伤后压力症 有时受害人在出现创伤性的经历后 也会传给刑事调查员身上的一种心理机遇 很显然作为刑警队长的郑珠 曾与某个患有类似心理疾病的人密切接触过 但郑珠似乎不想过多提及 直接放话随意处置之后 便背身走到窗前表达自己的不在意 原来七年前 郑珠在调查一起多人谋杀案时 曾与唯一逃跑成功的智贤进行过交谈 只是待在审讯室里 智贤的恐惧就异于言表 身体不听使唤的被恐惧支配 郑珠震撼歹徒手法残忍 同时深深为智贤的遭遇感到同行 谁也没有想到 智贤在和朋友开车出去玩时 会被几名歹徒恶意袭击 带到一处破旧的仓库 遭受非人的折磨 当时智贤的几名同伴相继在他面前遇害 他一边忍受着害怕一边苦苦哀求 于是歹徒看他有几分姿色 就暂时留了他一命 智贤也只等到歹徒放松警惕 找准机会拼命奔跑 才从他们的魔掌下逃走 听完智贤的叙述 郑珠像是自己经历了一般 在面对收情关押的歹徒时 几次差点没控制住自己的怒火 要知道 尽管把歹徒绳之以法 智贤侥幸活了下来 他心理上受到了创伤 却一直伴随着他 而郑珠出于同情 在和智贤的不断相处中 渐渐喜欢上了这个有着不幸遭遇的女人 不久他们登记结婚 智贤怀孕有了孩子 身为丈夫的郑珠 一直细心照顾着自己老婆的各种情绪 为他们即将到来的孩子 做各种准备 可这天郑珠回到家 没找到老婆的他 看到了地上的信 拿起来看了之后 瞬间明白 智贤走了 因为这封信的内容 跟老婆遇害案件有关 他看到后肯定会受很大的刺激 懊恼自己没有及时处理掉信件的同时 郑珠也知道 老婆智贤选择跟他在一起 花费了多大勇气 他只能等他想开后自己回来 这一等便七年过去了 这七年来 郑珠不止一次情绪施工 但他觉得自己只是太想念妻子 不会影响工作 并且因为他办案能力强 就算局里其他人向领导反映 他的不正常会影响工作 领导们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偶尔郑珠因为办案感到特别烦躁时 也会主动找同时心理医生的大漂亮 进行心理治疗 大漂亮和郑珠相识多年 他一直喜欢郑珠 可这么多年过去了 郑珠的心里 还是只有他老婆智贤 这天郑珠又来找大漂亮谈心 一直敲门却无人应答 然后身后同事 俩人多年好友的眼睛牧师出现 他告诉郑珠 大漂亮出了车祸 司机肇事逃逸 大漂亮因为救治不及时去世了 在车祸地点 郑珠坐在马路边抽着烟若有所思 好友意外去世 他当然是难过的 几天过去 广场上 一个小女孩开心的玩耍着 一边玩一边回头问自己的妈妈 爸爸什么时候来 而女人听了之后 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 从包里缓缓掏出手机 没错 这个女人就是智贤 七年了 他想因为女儿 自己有勇气去见郑珠了 于是便拿着手机尝试联系郑珠 郑珠在警局收到老婆的消息后 第一时间跑回家里 换上自己的职业装 这一次他不仅要见老婆智贤 还要见他从未见过的女儿 他希望自己可以给母女俩留下好印象 对着镜子换好衣服 便匆匆出门了 去的路上他都是跑着的 在约定的地点 智贤和女儿在等郑珠的时候 开心的喝着同一杯水 可以看出 智贤也已经做好了再次接受郑珠的准备 还时不时看下马路那边 期待郑珠的出现 但也因为喝了水 女儿突然提出想去上厕所 无奈之下 智贤只好带他找到一家有洗手间的快餐店 洗手间里 女儿乖巧的在隔间上着厕所 智贤则在外面镜子前打量着自己 为自己之前不勇敢感到抱歉的他 并没有第一时间注意到厕所被反锁 等他反应过来时 两个美国罪汉光头大胖和尖发小黑 已经持刀嫉妒 被恐惧支配的智贤一动不敢动 只能认他们为所欲为 可惜 这样的乖巧不但没有用 反而纵容了他们更加残暴的行 不一会儿 满身是血的光头大胖和尖发小黑 走出快餐店 店家看到后 一脸惊恐地抱着警 现场很快被封锁 另一边 原本一脸欣喜感到约定地点的郑珠 却又接到通知 来到了快餐店 看着一地从洗手间蔓延出来的血迹 郑珠一脸不敢相信 他缓缓靠近 终于握向洗手间 带着血迹的门把手 开门的瞬间 他仿佛已经看到妻子之前被害的场景 胸膛不自觉地上下起伏 等郑珠 另一个女同事小美赶到现场 满地的红色血迹映入眼帘 郑珠 搂着她妻子和女儿的尸体 坐在血地上 满脸绝望 谁也没有想到 曾经的智贤好不容易逃过一次死亡 竟会再次经历这样的事情 小美看着眼前的一切瞬间泪目 她清楚知道郑珠有多爱她的家人 默默离开后 她下定决心要帮助郑珠找到凶手 此日 剪掉长发的小美担心郑珠 一路从警局赶到郑珠的家里 怕她做傻事 但此时的郑珠却不在家 她来到一处高楼的天台上 一边回忆着与妻子智贤的过往 一边把智贤的骨灰撒向远方 不久 嫌疑人光头大胖和肩发小黑被逮捕 在审讯室里 两人却互不承认 都说是对方干的 与自己没有关系 并且 因为两人都是美国公民 案件进一步复杂化 眼看两人被美籍警官带走 郑珠出现在审讯室 愤怒的她 直接持枪 持向光头大胖 而两个嫌疑人 却仗着美籍警官在场 更加有恃无恐 一旁的小美出于警察的职责 只能把枪指向郑珠 并且在其他警员的阻拦下 事情她没有闹大 嫌疑人被带走 局里的同事还被领导骂 心灰意冷的郑珠脱下警服 就辞职消失了 她清楚地知道 嫌疑人一旦被美籍警官带走 必定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果不其然 案件开庭后 在于检察官和白胡子法官的包庇下 光头胖子和肩发小黑 无罪释放 教堂里失踪几天的郑珠出现在这里 她的朋友眼镜牧师在一边安慰她 隔下一秒 郑珠竟丢出一把刀 并询问眼镜牧师大漂亮的真正死因 原来 那天郑珠在大漂亮发生车祸的现场吸烟 扔掉手中烟头时 发现了眼镜牧师的物件 三人同是好友 郑珠早就怀疑眼镜是有问题 面对郑珠的质问 眼镜牧师只好承认 她一直喜欢大漂亮 但总被拒绝 那天晚上也是 在车上和大漂亮发生争执的眼镜牧师 一气之下 在大漂亮下车后 撞了大漂亮 后来因为害怕 就直接逃走了 眼镜牧师一边说 一边拿起地上的刀子 她害怕此时不理智的郑珠会杀了自己 于是便想着先下手为强 但她哪里是郑珠的对手 每两下就被郑珠压制在地 随后刀子也刺下了她的喉咙 一处废弃的工厂里 一个黑衣蒙面栏 摸着手里的小刀 一旁已经破旧不堪的货车也被她修好 一闪一闪的车灯 混合着发动机的轰鸣声 带着一股势不可挡的气势 接着这辆货车便出现在了马路上 飞快地行驶着 然后又一个加速 飘移掉头 挡住了一辆黑色的小轿车 而驾驶这辆黑色轿车的人 正是刚被释放出来的肩发小黑 受到货车冲击晕倒的她 很快就被带到仓库掉了起来 清醒过来的她大声质问 但黑衣男只是一抬手 触碰机关 把她重重摔倒在地 仔细查看 这里被吊起来的 竟然还有肩发小黑的朋友 要光头大胖 然后接二连三绑架 外国人的案件发生 还登上了报纸 这天夜里 同样是那辆破旧不堪的货车 停在广场上面 丢下一堆东西就又开走了 但黑衣男却又出现在 丢东西的地方 在地上缓缓打上钉子和铁链 铁链上竟还绑得有人 天亮后 被铁链绑在地上的人围成一个圆圈 黑衣男站在中间 路人见了都还以为是在拍电影 铁链绑着的人 因为还被蒙着面 其中一个清醒过来后 便开始大声嚷嚷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围观 不明所以的路人 只当时在拍电影 都拿出手机纷纷拍照 黑衣男嫌太吵 拿起地上的铁链 就甩到那个大声嚷嚷的人身上 一铁链下去 被绑的人重新昏了过去 一个胆小的路人女孩 被这逼真的动作吓到 旁边的人还指责 他不让他干涉人家拍电影 与之相反的 是另一个比较大胆的路人 吊带妹 他直接冲到黑衣男后面去拍照 结果被黑衣男一拳打晕在地 这时才有几个人意识到情况不对 上前扬言要抓住黑衣男 但在他们走近的下一秒 黑衣男掏出一把手枪 尽管只是拿出来 就逼退了向他靠近的人 黑衣男还是开了几下枪 枪声响起后 本来还在围观的人群 开始四处窜逃 因为绑架手段性质过于恶劣 警局马上出动大量人手 路上的警笛声连绵不断 直升飞机狙击手接连到位 整个广场彻底被包围 由接到消息的媒体也赶到现场 直接在电视上 对广场上发生的绑架案件 进行直播 在警官隔着大老远 与黑衣男进行交涉时 小美却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下 静止走向黑衣男 因为小美通过黑衣男的背影 认为黑衣男是失踪的正珠 她相信仍不会伤害她 果然小美出现后 黑衣男把手中的手枪交了出去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但紧接着 黑衣男以一副沙哑的声音 缓缓告诉小美 他们每个人身上都绑有炸弹 炸弹合在一起的威力 足够炸毁整个广场 倒计时一个小时 怕小美不相信 黑衣男还按下一个开关 不远处就发生一起爆炸 无奈之下 小美只有把枪还给了黑衣男 这边警察也看着内部会议 却无计可施 他们并不知道 作为绑匪的黑衣男 到底想要干什么 这时黑衣男 依次打开被绑人的头套 白胡子法官与检察官 光头大胖尖发小黑都在其中 之前晕倒的路人吊带妹 也在尖叫中被黑衣男绑了起来 一场审判正式开始 之前母女被害案件的 关键人物都在场 迫于黑衣男的威胁 光头大胖当场吓尿 几个人重新找出了 杀害之前母女的凶手 检发小黑是主犯 光头大胖是从犯 与检察官包庇 白胡子法官以权谋私 连路人吊带妹都知道 站起来说出了凶 她也因此被黑衣男释放 之前母女被害案件 从此真相大白 但因为炸弹一个小时 时间快到 警方不得不采取行动 小美只能再次上前阻止 凶手已经找到 黑衣男答应小美 只要开枪杀了两个凶手 其他人就都能获救 否则人人都死 小美选择了开枪 一次干掉两个凶手 给炸弹输入密码 解救了这场危机 等黑衣男拿下头套后才发现 这个男人是眼睛牧师 并不是小美猜想的郑珠 眼睛男那天 并没有被郑珠杀掉 只是一直在背后控制着他 让他们这些坏人自己审判自己 而一直在广场附近的郑珠 把对讲机扔进垃圾桶后 消失在了人海里 影片到此结束 好了 我是老狗 我们下期见